哈喽,好久不见 大家好,香港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你一种草药 这种草药有很多化名 也就是这种 飞羊草 你看到呢 它是这样的 这种飞羊草呢 它的英文名字叫 也叫 也叫 马来文名呢 这种叫 也叫 阿拉丹阿 在印尼呢叫 巴蒂干科布 这个呢 是长在 比较多草的地方 它会升值高起来 这个呢 是在平地的地方 你可以看 这个呢 它很像有 牛奶这样的 你可以看 拔一个 它会长出 白白的牛奶 可以看这里 拔了一个叶子 你可以看 它会慢慢出来 它是有一粒一粒的这些 种子 它也是会有 有 有制出来 有白白的 好像牛奶这样 这种飞羊草呢 如果是晒到太阳的地方呢 它猪这里呢 比较粉红色 没有晒到太阳的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 就比较青色黄色一点 它的区别 它的根呢 就是这样 它短短的不长 很容易拔上来 可以看到我这里拔掉 它马上会有 支出来的 它牛奶色 白白色的 支出来 不会黏的 而且这种呢 它的味道 你可以拿来直接咬 有胃苦 胃色 一点惺惺的 这种飞羊草呢 在印度呢 一般上 是乃治疗 小额黄胆病的人 有肿瘤 肠胃有问题的人 这个一般上呢 是要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呢 这种事 一般上又在大太阳底下 没有树枝住的地方呢 空地的地方 一般上 都可以看得到 只要注意去看 都可以看得到 这种飞羊草 而且在美国 还是非洲 是哪种飞羊草 乃治疗 气喘病 发烧 气管炎 消化系统 因为有的人呢 来治疗肿瘤 具有止呕 跟止痛的作用 如果你来煮水来喝 而且来煮水喝呢 也具有增加 母乳的作用 这种飞羊草 所以皮肤敏感 这人不能去动 可以看它的汁 会有白白的出来 有没有看到 你可以看它的汁呢 这个白白色的呢 因为它这种白白色的 就有一点的微毒 不鼓励给怀孕的人吃 在国外呢 它整颗的飞羊草 来治疗关节痛 而且具有降低高血压的作用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这种飞羊草 接下来呢 我将会介绍你 我们华人 怎样应用 这种草药 谢谢你的观赏 别忘了在下面 订阅我 星马草药 自然一些 拜拜 成像